还要来看到英国首相苏纳克在7号 缺席了在法国的二战诺曼蒂登陆纪念活动 派出外交大臣前首相卡麦隆带为出席 遭到英国朝野人士抨击 就连自家保守党的人都批评 原来选情告解的苏纳克 感知要回到英国伦敦是要接受媒体的专访 而事后苏纳克也出面之前 各国政要7号集聚在法国的奥马哈海滩上 纪念诺曼蒂登陆80周年 美国总统拜登 德国总理肖茲 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都出席了这项活动 但他们身边站的却是现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前首相卡麦隆 难道英国时光倒转了吗 原来英国7月4号国会大选在即 忙着竞选的英国首相苏纳克 当天稍早发表完演说后 就赶回伦敦接受电视台专访 苏纳克早退的消息引来舆论踏罚 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尊重历史跟将士 102岁的人瑞吉诺曼蒂老兵也说 这是向作物的决定 苏纳克政治判断失误 让在野党捡到枪 眼见民怨沸腾 苏纳克出面致歉 苏纳克也说他不希望把诺曼蒂纪念活动政治化 但苏纳克落跑成了当天电视辩论的焦点之一 保守党目前民调落后在野的工党超过20个百分点 苏纳克希望在选前最后一个月逆转胜 看来这项艰巨的任务跟诺曼蒂登陆有得拼 物联志兵